臺灣的新冠疫情進入了第四波疫情 再加上流感 腸病毒等多種疾病同時爆發 那麼各大醫院的急診室已經被擠爆了 那麼像是北市聯誼的陽明醫院區的 胸腔內科主治醫師蘇一峰 他也曝光急診的現況 他說臺大醫院的急診室大爆滿 等病床的患者排到了電梯口 只不過到底這個疫情 什麼時候會降溫呢 公務員專家陳秀基就表示 目前SBB變異株 在社區大量的擴散 那麼中重症病例以及死亡的人數 呈現上升的趨勢 他也猜測了冬午節前後將會達到高峰 恐怕要等到七月中 疫情才會緩解了